這次臺北市的立委選情很特別 雖然民進黨只有提名兩席的立委 包括吳思堯還有姚文治 但其他六個選區 首度都跟其他的政黨 還有五黨籍的候選人來整合 組成所謂的首都改革陣線 希望能夠跟柯文哲一樣 推倒藍綠高牆 改變臺北市傳統的政治結構 剛剛謝郎庭上台的時候 就特別說了 我們要忘掉過去 才能夠迎向未來 我們民主進步黨 這次立法委員在台北市 我們是提名兩個 第一選區的吳思堯 第二選區的姚文治 但是我們是支持八個 我們每一個選區都有支持 為什麼我們這一次 支持了五個政黨啊 這個是台灣歷史上最包容的作法啦 也是歷史上世界歷史上 很少看到的政黨能夠支持不同的政黨 我們第三選區是潘建制醫師啦 白色力量 第四選區是林中 第四選區是剛偶啦 黃珊珊是親民黨的喔 第五選區是林中 第五選區是林中 是Freddy 第七選區 第七選區是楊石秋 第八選區是李慶元 還有一個選區 第六選區是煥雲 是社會民主黨 你看看喔 這國際曾經有的罵過我們啦 有的在基層跟我們衝突啦 有的批評過我們啦 但是如果我們一直抓住國際 國際不能忘掉 我們就沒有未來 就沒有辦法走向未來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過去都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 未來能夠共生 未來走向未來 未來讓國民黨不能夠再國會壟斷 我們合作 我們都支持大家認為對不對啊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的精神 所以直直民進黨 就是支持包容差異 支持多元共生的精神 就是支持一個多元文化的精神啦 所以拜託大家能夠支持 低品牌的民進黨好不好 那總統啦 坦白講啦 總統喔 我們回歸到最後幾天啦 還是說做不好就下台嘛 國民黨做不好嘛 無能嘛 跳票嘛 所以當然不能夠支持吧 但是馬英九跳票跟朱立倫有什麼關係呢 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他是政黨 其實朱立倫本來形象不壞啦 但是最近他這個換柱的過程啊 讓大家覺得他不是那麼單純啊 他在選前出陀黨禪 儲吻黨禪 大家認為這不是正派啊 對不對啊 這不是正派 他最近又用什麼正義啊 有正義的兩兄弟在抹黑啦 讓人家覺得有一點邪氣 坦白講喔 以後要爆料某些 也要拿執照啦 那個前科好幾次了還在爆料 在某些 所以讓大家覺得他靜默折黑啦 所以我們不能支持他對不對啊 支持小英好不好 支持蔡英文好不好 總統支持蔡英文 立委拜託我 剛才八個人讓他們前上 好不好 集中選票 不能夠分票 為了大集 為了首都的勝利 不管人錢 不管朋友 就是這八個選票集中 我們一定要贏好不好 好不好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謝謝大家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 下午才剛剛結束 第一場的總統辯論 但是他晚上還是到了凱道的 這場晚會 而剛剛上臺的是前行政院長張俊雄 趕快帶您回到現場 歡迎我們新政院前院長張俊雄 歡迎張俊雄前院長 歡迎張俊雄前院長 歡迎張俊雄院長的支持 同時也帶來我們宣言七道文 這件掌聲 再次歡迎張俊雄院長 今天我們站在後面 東中 關心臺灣這個關鍵的司機 有一篇紀福文 特別愛我 來向大家傳託 這件事 這是我將紀福文 來宣託大家聽 齊夫文 敬鴻上昌 神榮管大 臺灣兩千三百萬人民 將於2016年元月十六號 投票選舉 第十四屆中華民國總統 在這裡我們要以虔誠 謙卑的心恳求善昌 施以我們面對困境 承受考驗的力量 將以臺灣全體人民的喜諾為喜諾 以臺灣全體人民的苦衷為苦衷 為懇求善昌 賜予我們智慧 大家重新協力 建設臺灣成為安居樂業的國度 我們再次以虔誠的心 為臺灣祈禱 願各族群融合 以愛心相互接納 願兩岸之間能和平共持 互相尊重 互惠互利 在地域充足的年代 食品安全是人民應有的基本權利 使人民能美與恐懼的生活 在氣候變遷的年代 我們要以謙卑的心 和大自然和平共存 臺灣所有的人民 包括原住民 新住民 萬省人 客家人 以及父老人 祈心祈求儲備擅長 願你的恩典降臨 願在你的建復下 引領臺灣走向繁榮 成為茁壯的國家 讓臺灣人民 在你的屁股之下 世世代代 幸福安康 我們致誠的祈福 胡佑萬年 空調雨順 國泰民安 哄楚善哄 祈求人 蔡英文 陳建仁 及全體臺灣人民 狀告人 黃趙薇 選毒人 張俊兄 以上 謝謝大家 謝謝